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猎王纪上》第八讲 所罗门王求智慧 那首先让我们来读《猎王纪上》第三章一到三节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 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 接她进入大卫城 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 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民建殿 所罗门爱耶和华 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 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 也就是要强调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 也就是说这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五节 这一段经文里面是在谈到他如何来运用恩赐 显示他是一个敬虔属神的人 那这种智慧包括了管理整个经济的事物 社会军事的事物 以及各样学士 以及文化的能力 所罗门智慧的拓展国际的地位 他为了建圣殿而做的准备功夫 以及实际的建殿都是以智慧作为基础 作者并且记录了所罗门他跟他的所做的作为 详细的形容他的国度的荣华灿烂 后来还有海外而来的四八女王 也来印证这一方面的他的智慧 所以所罗门王跟法老王结清 王朝初期的时候 所罗门还是在秋坛敬拜神 为什么第一节的经文里面很简洁的提到 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呢 原因很难决定的 是用他来作为他建立王位的一个表征呢 或者是用来预先透露 在第一十一章里头的一个主题 也就是后来所罗门就娶了很多异主的女子来为妻 那么以至于所罗门对神的爱有了偏离 或者是说暗示了所罗门的一个国际的声望呢 或者是说法老王利用这段婚姻的关系 来保持于男力八重的政治势力的一个均衡 所罗门他成为埃及王的女婿 大卫可能是他自己主动开始这个外交的联盟 是所罗门为了巩固他的势力 而实行了几个政治婚姻的其中的一个 我们可以参考第十一章 那么以这种形式安排的婚姻是印证的 其实在国际条约经常有看到这种情形的 但是所罗门他属灵走下坡的一个起点 为什么 因为他娶了许多外邦的女子来作为妻 那么不但显示了 他不仅仅是顾虑到这个政治的利益 这里也带来了许多的危险 更违背了律法 因为跟异主联姻 意味着也要接纳异教的神明 来进到以色列的王国里面了 那法老的女儿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 所罗门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 是因为埃及法老的女儿 很少嫁给外国人的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罗门他的国势是很强盛的 很多的注释资料就注意到这种 一族联姻的这种政治婚姻 是导致所罗门王朝后来渐渐衰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种婚姻通常也会接纳女方的信仰 以及他们的神明 另外这个法老的女儿并不是所罗门第一个妻子 因为后来接续所罗门做王的罗伯安 他的母亲亚蒙人拿马在《猎王记》上 十四章二十一节三十一节有记载 所罗门在登基以前他就生了罗伯安了 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秋坛来敬拜神呢 我们可以想见 一开始的时候 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敬拜地点 也就是说还没有圣殿 或者百姓分布的太广 跑到这个世罗或者鸡变 敬拜太麻烦了 他们就有人运用了迦南人敬拜的地点 也就是秋坛 用秋坛来敬拜神 后来有的人就连那个迦南人敬拜的风俗习惯 也都学来用在这个秋坛的敬拜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敬拜神跟敬拜巴黎不分了 不过这个时候圣经还不是很严苛的来指责 因为毕竟还没有圣殿 所以没有特别的严谨的来禁止 那么在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 神的律法里面说 以色列人只可以在他指定的地方献祭 在生命纪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里头 就有提醒了 那么这个是要防止群众 按着他们自己的意识来敬拜神 避免异教习俗 悄悄地进入到他们的敬拜的生活里头 但是许多以色列人包括所罗门王 仍然在秋坛献祭 他们都在周围的山上来献祭 所罗门虽然爱神 但他所作所为却在犯罪 那么这种献祭 使得祭生不需要经过祭司 或者祭司的助手来仔细地检查 那些要献祭的畜生 那么并且他们虚假的教训 也容易地跟这些献祭混在一起了 后来神就在夜间 而不是在献祭的时候 向所罗门显现 赐给他智慧 神悦纳他的祈求 但是不会宽恕他在秋坛的献祭的 那这个我们要很清楚 这两个是要分开来的 那么这些地方对单纯敬拜 耶和华的宗教构成威胁了 在耶路撒冷的中央圣殿 完成了盖好了以后 经文就提到秋坛的时候 就带着一种很轻蔑的口吻 因为秋坛是代表冲突的 竞争性的一种效忠的东西的 以色列人受到这个明文的禁止 不许使用这种地方来敬拜神 然而神也可能许可在那里建立 及使用特别的祭坛 那么因着所罗门王朝开始 对这个秋坛的包容 导致于异教混合的宗教 还有叛教 因此秋坛被当作为可证的一个同义词了 那么作者就借着列王对秋坛的使用 或者滥用来指责他们的罪过 另外还有其他的王建立了秋坛 那么耶和华首先只是问所罗门有何要求 我们会预期所罗门面对创造主 这样的一个提议 会先用一些时间来思想的 但是他的回答却似乎是即使立刻的 这样能够最少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罗门一直以来 他非常果断的一种处事的态度 是吻合的 但是他的要求却让人很意外的 我们不会估计到他蛮有自信 而且很有智慧 大卫还赞赏他是有智慧的 但是他却是缺乏一个能够辨别是非的信 也许他自己已经认识到 要公正的带领神的子民 只有灵巧还有精明的头脑是不足够的 他也知道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 而对他来说就是他是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所罗门他来将神做这样的一个祈求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灵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 所罗门王上几遍去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 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凡祭 在几遍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吃你什么 你可以求 所罗门说 你仆人 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 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施恩典 又为他存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我的神啊 如今你使仆人 结续我父亲大卫做王 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众 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所以求你自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啊 神赐给所罗门机会 让他随意向神来求什么 所罗门他只有求一件事情 就是求智慧 他的心里头希望有判别的 辨别的这个能力 使他能够明察求好 断世如神 我们也可以求神赐给这种智慧 请注意啊 所罗门当他在求智慧 使他能够好好的来完成这个职份 他并没有求神 带他来做哪些工作 我们不应该求神 我们不应该求神代替我们做事情 神是要我们借着他的应许 然后去完成事工 我们应当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知道我们当做的事情 并且赐给我们勇气来完成这些工作 所罗门他醒了以后 不料是一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站在耶和华的约会面前 献凡计还有平安计 又为他众臣仆来摆设宴席 因此所罗门他祈求一个明理的心 来治理以色列民 这在希伯来原文 带着说有判断还有审判的关联 那么这个与当时的实况相符合 因为以色列的君王 本来就是一个终审法院的审判官 那么并且他对于提倡这个公义 是有特殊的责任的 神就赐给这个所罗门 神也赞赏所罗门 他先求智慧 神就赐给他智慧 远超过一般的人 此外神也应许把他可以求 却没有求的赐给他 就是富足尊荣还有长寿 如果他继续行神的道的话 他就可以得到长寿 所罗门醒来了以后 就立即回到耶路撒冷 站在约会面前来献祭 又摆设宴席来庆祝这重大的事件 显然有些东西是秋毯 即使是即便最大的这个纠谈 也是缺乏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那么下一次 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